人旅行面对立委蔡黄狼直询 他在派驻日内瓦期间 福报管设租金的事情 不但态度强硬 还对外交部的自家人拍桌 让现场不少人看傻了眼 那么另外一个场景是刚好相反 是民进党立委言辞尖锐 把中研院副院长刘翠荣骂下台 让这一位年近70岁的历史学者 当场哽咽 而这样的国会秩序 让政治学者看了不禁摇头 因为被质疑日内瓦管设复报租金案操守问题 第一次到地方院被巡的外交部政务次长 沈宇荀拍桌怒吼 好口还对准自家人火气不小 要求外交部人事处处长上台向立委说明 政务官要有政务官的内恋跟谦卑 你看看你刚刚那个态度 这个我很抱歉 我不晓得立法院是这个规矩 台上主席制止 而对面的立委蔡黄狼更痛批沈宇荀的态度有问题 但事隔一天出现在驻外馆长宣誓典礼上的沈宇荀态度转而低调 闪地媒体 国家部长杨敬天代为缓辖 他刚刚从国外回来 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国那种环境跟国内的情形 有些是一定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多一点包容的心 沈宇荀到立法院被巡处女秀 引来争议而申请退休可能是最后一次到立法院被群的中原院副院长刘翠荣 面对立委问真犀利却也招架不住累撒国会 是不是代表院长过来 那你怎么能够说我回去建议 那你来都没有办法做主要决定的话 那你刚刚走了算了吗 学者看到这样的国会现象也不禁摇头 认为政务官和委员会主席都该检讨 面对咨询的时候态度不佳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这个关键是在这个国会 我们的这些国会的领袖 比如像委员会的主席 像这个立法院的院长 我们是不是在制度上有给他充分的权力 来约束这些议员或者是委员 国会是台湾对外的政治橱窗 不论是问证的议员或是被寻的官员 如果水准只是如此 台湾要承受民主政治的评价 恐怕还有待努力